鱼害怕被虫子咬给自己准备了蚊帐 两周就可以收获一株可以吃的蘑菇 还不赶紧试试 所以今天探讨的话题就是时间有趣的事 藏在沙中的鱼 男子在沙滩上散步的时候 突然感觉脚下有东西在动 然后从沙子里挖出来一条鱼 这是一种有毒的鱼 他们平时就把自己埋在沙子里 然后等猎物靠近之后一口吃掉猎物 男子刚把那条鱼放回水里 这条鱼就冲到沙子里把自己埋起来了 鱼也需要蚊帐 鹦鹉鱼为了可以睡一个眉觉 每次在睡觉前都会用线体分泌棉液做一个睡袋 每个睡袋可以保护鹦鹉鱼免受寄生虫的危害 鱼睡觉也需要一个睡袋 盒子中蘑菇 这是一种可以长出蘑菇的盒子 只需要给盒子浇水 就可以在两周后收获一株蘑菇 这些蘑菇是可以使用的蘑菇 回收路障机 马路上的路障那么多 如果人工收回是不是很累呢 现在已经有了这种可以帮助我们收回路障的机器 先把路障推倒 然后再把路障传送到车上 只有把路障取下来这一步需要人工 其余都不需要 整个过程在车上进行 效率极高 柔软的马嘴 马的嘴十分柔软 看起来马似乎并没有因为被捏了嘴而不爽 看完视频的你是不是也想捏捏马嘴呢 章鱼逃跑 这是一只被象徒刀的章鱼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用两只触手逃跑 就像是用两条腿飞奔一样 两个瞳孔 这个女孩有两个瞳孔 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眼睛里还有一个非常小的瞳孔 不过并不影响视力 也不会让人感到眼睛不适 碰撞测试 这些假人是用来检查飞机和汽车在碰撞中的安全性的 这是F28客机接受测试的场景 当飞机的机翼出问题之后 这些假人只是在座位上发生了碰撞 塞纳172客机从30米高的地方坠落之后 飞机机身断成两半 躺着参加比赛 你是不是就喜欢躺着 那你可以来参加这个比赛 比赛中需要一名参赛员躺在里面 剩下的四个人拉着躺在里面的参赛员飞速奔跑 躺在里面的参赛员最轻松了 有没有兴趣参加呢 乐园 虽然巴厘岛没有迪士尼乐园 但是巴厘岛的人们为自己制作了这样的游乐设施 它的快乐丝毫不亚于迪士尼乐园中的游乐设施 除此之外 当地男子还会用带刺的职务决斗来庆祝节日 听说长安点赞会让你好运连连 评论区留下你的观后感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